哈喽大家好,我是希希 今天给大家带来采迁基础入门的第二解课 水融性采迁与油性采迁的特性 很多新手同学在选购采迁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疑惑 就是对于采迁的一个选择 会问是水融性采迁好还是油性采迁好 或者是说水融性采迁与油性采迁到底有什么区别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来测评一下 同一个品牌的不同的水融性采迁和油性采迁的一个区别与特性 左边这一支就是惠国家红河的水融性采迁的一支紫色的一个采迁 那么右边这一支呢就是惠国家红河的油性采迁的一支紫色的 它们俩呢在笔杆上呢颜色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也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看上去像完全一样的两支采迁 但是呢它会有一些区别在于哪里呢 就是左边水融性采迁的笔杆上面它们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支是水融性采迁它的笔杆上面呢是有一支这个小毛笔的一个logo的 而油性的话呢它是没有的 可以看到 然后呢它们的色号也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呢给大家测评的是惠国家红河的它们二者的一个区别 红河的水融性的这一支紫色的一个采迁 它的色号是425号 那么油性这一支的呢是325号 它们的色号的开头字号是不一样的 基本上惠国家红河的水融性的采迁的话 都是4开头的就是这个油性的呢 基本上都是3开头的 所以基本上大家在画采迁的时候 如果买的一个采迁是不一样的 就水融性和油性是不一样的话呢 它们的一个色号里去转换的话呢 可以根据这个开头不一样 基本上能够找出对应的 比如说如果你拿的是其他的颜色 像这一支是卫博家红河油性的326号的话 你要去找它对应的水融性的同一个颜色的那一支的话 比如找426号就可以 所以呢记住这个特性和规律的话呢 对大家去转换色号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接下来来测评一下这两支不同的水融性和油性的一个采迁 它们在画色块排线上面的一个颜色 与使用的一个感受一个笔感 是一个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 首先我们拿水融性的来排线试一下 这同样是指排一层颜色的一个效果 我们再拿油性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颜色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的 我用的一个力度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颜色差别不是很大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色块给它画的更加的一个鲜艳一点 往上面去叠加一层或是多的几层 排线的时候尽量呢把它排的均匀紧凑一点 因为彩线的画的话呢 基本上是要画的比较细腻比较细致的画面 那么需要我们把笔削尖 然后排线要比较细腻紧凑 而且每排一根线条呢 笔尖离开纸面一下 把颜色画的鲜艳一样 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如果你画彩线的时候 纸排一层颜色 用的一个力度是比较适中的话呢 它的一个颜色是比较的淡的 但你往上别加多几层的一个颜色的话 它的一个颜色就会变得重一点 变得要鲜艳一点 为了能够啊比较久的保持一根彩线的 尽可能多用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在排线的时候呢 转一下笔尖 OK这两块颜色呢都比较鲜艳了 接下来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 在这两个色块上 给我们的一个肉眼上的一个感觉 已经是不一样的了 我们呢抽近一点看一下 水溶性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缝隙 一种颗粒的一个粉末感 而油性的这边呢 就整个色块是比较的饱满的 它也没有很有那个缝隙感 是比较均匀细腻的 那么呢 像水溶性彩线画出来 有一种那种掉粉末的一个感觉 而油性彩线呢 这种粉末感就比较的弱 所以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 它们的一个特性 就是水溶性彩线的一个 笔心是比较软的 可以看到就是在画了没多少之后呢 它会掉粉末下来 因为它笔心比较软 而油性的彩线相对于水溶性彩线来说 它的笔心是比较的硬的 在辉国家这种彩线来说呢 不管是红核的还是南核绿核的 它的笔心相对于其他品牌的彩线来说 都是略微算是比较硬的了 但是在分水溶性和油性的情况下呢 油性又比水溶性更加硬一点 而且水溶性这边有一个粉末感 粉末比较比较容易掉粉 粉末多 那油性这边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它是粉末比较的少 就掉粉比较的少 不太严重 这个是粉感重 而油性这边就是比较细腻 粉感呢比较轻 所以从它们俩的一个特性上 画出来这个色块上就能够看到区别了 就是水溶性的呢 其实相对来说 它们俩的颜色其实差不多 但是因为这种熨染的一个粉末感觉呢 水溶性的颜色会稍微的看上去 轻一点淡一点 而油性呢就看上去更加的细密 均匀和鲜艳 轻一点淡一点 很适合画那种熨染感的画面 而油性呢就是鲜艳一点 饱和度高一点 那么在刻画的上面的话 就是大家如果是要画的一种非常的细腻 需要画的很精细的那种超写实画面的话呢 比较追求这一方面的同学呢 比较建议大家尽量买油性的材料 而比较是喜欢这种熨染的 像插画一样的水熨液的那种质感的同学呢 比较建议呢买水溶性的采线 这是在测评这一块的时候 都是用的干化法 就是干化法 就是顾名思义呢 就是它都没有配合水 干化法呢 这两者的一个差别不会很大 它们有一些这样的不同与特性 而湿画法顾名思义呢 就是配合水进行湿画法 听起来有一点像水采上面的两种不同的画法 当然呢大家知道水熨性采线 跟它的一个名字就非常有关的 就是用水可熨性的采线 而油性采线呢 它就不是油性采线 它的那个笔的笔芯 更加的有一种油一样的一个材质 那不是说油性采线 就是要用油去运开 当然这个也是确实可以用一种 叫做无味松节 有一种调和油 确实可以让它呢 运的比较开 当然这个是后话了 这个的话呢 就用到的情况是比较少的 我们主要来讲一下 两者用水熨与不熨的一个区别 好 同样再和刚刚一样 用水熨性采线和油性采线 分别去画一点色块 在上面拍线 这是水熨性采线 右边用油性采线 同样的力道 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右边油性呢就是啊 很轻松的颜色就能够稍底 水熨性采线的要鲜艳一点 线条感也更加的均匀一点 细腻一点 好接着拿出我们的一支小毛刷 配合这种小毛刷的一个水彩笔 我们蘸一点水之后 水 我们来试一下 测评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变化 水熨性的是不是就完全熨染开了 变成水彩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把B洗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油性的 它就没有这种熨开的一个效果 它是与水不相融的 我们再总结一下 它是浴水可融 那么它可以配合水彩纸 来画一些接近于水彩的一种画 这个是浴水不可融 这就是它们二者最大的一个区别 水熨性采线呢 所以它可以用来就是啊 画水彩的时候 然后一个线稿可以用 因为它之后可以跟水彩的画面呢 融合到一起去 而油性采线就是基本上都是用拿干化法的 水融性采线就是既可以干化法 又可以湿化法 它就是不可以湿化法 而水融性采线的话呢 很多同学会问说 嗯 既然它这么好玩 它怎么呃 配合水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能够让它 它用得更好 它有多种方法可以用 一种是像我刚刚画的这样子 就是啊 排了线之后把它融开 我们再来试一下其他的 第二种 排线的时候 刻意给它营造出这一种 渐变的一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再配合水彩比 然后往下晕染 能够让它晕染得更加的渐变一点 所以这是第二种方法 叫做渐变 第三种方法就是我们先用毛刷 去转取水融性采线的一个笔尖 如果水融性采线它的笔尖是非常软的 转取之后呢 这个毛刷呢 就已经变颜色了 然后我们直接去 在纸面上去画就可以 相当于把我们的水融性采线 当作一种固体水彩来用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用来 就是画一些水运的背景 像那种 在笔杆上 往我们纸面上去弹 可以弹很多这样子 星星点点的背景 跟固体水彩里面的那种 弹背景是一样的 这是水融性采线配合水彩笔 和水的一种几种湿化法 喜欢的同学可以很充分的去运用 它这种湿化法的一个特性 而油性采线这几种都是没有的 采线它是有颜色的素描 如果你只是想用它来干画的话呢 买油性采线是我更加建议的 而如果是说你想画出水彩的话呢 那专业的水彩工具更加专业啊 画出来的画面呢也更加好一点 想要了解更多采线学习相关 知识的同学呢 可以加我的QQ号2546031946 跟我沟通交流采线学习相关的知识 或者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问我 或者关注我的新浪微博账号 西宝首会 经常会有一些采线的干货知识 和教程的更新 想要获得更多素描彩线水彩色粉等等 绘画相关的干货学习教程 或者是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招道教育的微信公众号 微信搜索安德热绘画工作室即可 或者是加我们的QQ群 632367698招道教育素描学习群 晚上会有我们的老师在群里面 直播教学素描 您基础或者是想要学习素描的您 都可以加入 欢迎来学习 也欢迎来加我和我学习交流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